古田乐低调为77岁劳前辈付百万手术费对方更自爆和他部署。全名大赞,有情有益之人。 你愿意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付出到什么程度呢? 77会香港资深艺人卢海鹏,2018年时,身体开始出现状况,但是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动手术,又或是认为自己可以透过运动。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害怕手术价格太贵负担不起,坚持不入医院检查。 现年77岁的卢海鹏在香港演艺圈很有声望,很多艺人都是他的儿女,而由于卢海鹏的家人全都移民到了加拿大, 留在香港的亲人又要忙于生活,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他,甚至是忽略了他,所幸有这一群义气儿女照顾。 当初卢海鹏被发现身体出状况时,也是因为七美珍陪同他去例行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卢海鹏身体有异样,在做了一系列深入检查之后建议他留院做手术,结果老人家向小孩闹性子,不肯做手术,更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大问题。 拖了一个多月,期间还持续进行运动量较大的活动,就想证明自己身体无大碍,这还真是急坏了七美珍。 而后期美珍将此事与杜齐峰说起,两人就想尽办法骗卢海鹏入院接受手术,他都不肯接受,之后这个事情传到了古天乐耳中,身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古天乐知悉这件事之后自然不不会放任不理会, 于是又协同杜齐峰邀约卢海鹏吃饭游说他入院,并表示前的方面不用担心,不必考虑,最后才说服卢海鹏入院接受手术。 卢海鹏入院接受手术已经是2018年11月的事情,当时出院的时候七美珍、苗巧为以及卢海鹏的女儿都有一同来接他,后来卢海鹏接受采访被问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精神抖擞的表示一切都没有问题,更坦言做不做事。 他觉得没有区别,非常的孩子气。 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告一段落了,而在近日又被提起,则是因为香港资深媒体人汪曼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卢海鹏的合照,并表示两人同病相连,都做过此项手术。 此外,汪曼玲还透露,2018年卢海鹏入院做手术住在医院六人房,手术加上住院费有达二十多万,港币。 而这一笔钱还是古天月自掏腰包店负的,之后古天月也没有提及此事,这样的暖举让他大赞演艺圈还是非常有情有义的,特别是古天月,做膳是低调到不行。 古天月自掏腰包店负二十多万,港币,入院手术费的事情被曝光之后,马上就有媒体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卢海鹏,卢海鹏随即承认了这件事, 他表示,即使他与古天月根本就不熟悉,两人只是曾经在拍戏的时候有过交集,私底下根本就没有联系,但是古天月却愿意出钱出力,他表示非常感动,同时也很认可古天月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 不确定卢海鹏的经济状况如何,但以他在演艺圈工作那么多年,现今也依然相当活跃的情况来说,二十万,港币,应该对他来说不是大数目。 但是事实上,从之前他抗拒入院做手术,到手术费还要古天乐电夫来说,似乎二十万,港币,对他来说真的有点困难。 不过卢海鹏也表示过,待他办妥了入院手术的保险之后,有了钱他就一定会还给古天乐,不会平白无故让古天乐为他出这笔钱。 而事后古天乐被问到这件事,更仅仅以三个字不回应,轻描淡写带过。 若是没有其他人的分享与透露,古天乐的种种善行几乎是不可能会曝光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提过,也因为如此低调,才让人更加佩服这位巨星的修养与善良,无论是目前还是幕后都足以称之为巨星,他就是古天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